卢沙叶我们驻法国大使卢沙叶同志说了一段震耳入龙的话 这段话就像一段闪电一样划破西方的整片天空 卢沙叶同志用这个沉重几十年的事实 给外国人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 而且是历史课 更是给那些在我们统一问题上指参道士 颠倒黑白的人给以沉重的打击 同时也是给台湾当即赖清德之流 以及爱好和平支持统一的台湾人民致命的方向 这坚定的声音回响在欧洲的上空 就像沙尘暴一样强大和有坚定 那么卢沙叶大使说了哪些话呢 6月26号卢沙叶大使出席了中法建交六十株年专题研讨会 在谈到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卢大使意义惊人 卢大使说一定意义上中国内战尚未结束 目前的台湾当即是叛乱挣钱 中方随时有钱将其驱逐并收回岛内治理钱 固定的分治状态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 不影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铿锵有力的发言 当场就挣住了一般西方政要 牙口无言牙切无声 今年58岁的卢沙叶 应该说是中国外交使团上的领军人物 他在外交事务上职言不费 有利有据 净显外交风范 他甚至被外媒 仍然怪气的称为中国战狼 卢沙叶同志以强硬的外交风格著称 大家还记不记得 卢沙叶同志在参加法国电视台访谈节目的时候 当中就质疑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问题 这个问题啊 人起的鲜艳大波 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呢 就马上召见了各国的中国大使 要求我们做出解释 甚至还有80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写信给法国外长 要求呢 宣布卢沙叶大使为不舒服的人物 卢沙叶同志用主权的问题敲打了波罗的海三个国家 让他们自己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占好自己的位置 而这一次呢 我们的卢沙叶大使敢说话 敢说真话 敢说真理 他向法国讲清楚了台海问题的来龙气脉 也是提醒法国政界的人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实 台湾分支状态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 并不影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的内战还是没有结束的 目前赖清德政府判断挣钱 我们随时都有权利将他们驱逐出去 并把岛内的治理钱重新收回来 我们有能力有自信做到这一步 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完全赞同卢沙叶大使的专业性的观点 极其外交风格的观点 严格来说 中国的内战状态其实并没有停止 双方并没有签订停火停战的协议 仅仅就是达成了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但是现在台湾当即他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我们的内战只是就在继续当中 兄弟们我说这个道理 你说是不是 本来其实就是这样 结封正常是没有结束的 只是暂时终止 而不是结束 所以才出现了暂时的两岸分支的状况 注意啊 我说的是暂时 那么现在我们要结束这个状况 那是因为台湾当起 赖清德之流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承认一个中国的言则 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黑 卢大使的一段话 简直明了 直击敌人的心脏和大脑 尤其是现在 国际形势异常复杂 经济下情战势不断 美国背负着饥饿的国债 建服歇斯底里 欧洲经济一劫不斩 博物战争持续当中 八亿冲突进入高潮 中东大战 一触即发 现在又有人想在南海里面挑逝 想在钓鱼岛那里逃逝 任何人想在我们家民口进行挑戏 当然就会遭到我们沉重的打击 在面对外界的挑戏 面对诸位的压力 外交就成了我们向外界 展现实力的前线阵地 卢沙亚同志发表了这段话 无疑是向西方世界再次说明 讲明我们中国主权的立场 台湾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中国的主权问题不容挑戏 同时也是向台湾当局 赖清德之流发出严重的警告 如果台湾当局执迷不悟 台独之流 赖清德之流 想要在台独之路 一条路上走到黑 那么你们迎来的将是滔天骇浪 但是我认为 卢沙亚同志在这个时间段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里面 讲这幻发 我认为是别有深意 刚才卢沙亚同志在上面 演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中国内政尚未结束 台湾当局是叛乱挣钱 中方随时有钱将其驱逐 并输回岛内自己钱 这计划的重中之中在意 我们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就是为了动手做准备 兄弟们 你们同不同意我这种说法 我希望你们在评论期 能够勇烈发言 我们一起来献人献策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